因為我這個外交工作做得很順利 外交部門連我的工作 還加護的工作使命都達到了 不過當然他有一點自己沒有辦法發揮 就是只當外交官的夫人 我對我太太最感謝的就是 她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我們認識是在火車上 我是台大三年的後期 妳是高二就這樣認識 我就跟她講說好 我在台中我找妳好了 我看這個小姐還蠻可愛的 我媽媽早餐要到家裡來找我 我媽媽好緊張 她來了以後我拿個掃把給她掃出去 我回去以後我就寫幾封信給她 我以為她收到 她都沒有收到 她爸爸都給她沒收了 她是要寫信給我寄到學校 我說寄到學校不行 信到主任就拿走了 然後寄到家裡 我說我不敢怎麼樣 我也沒有想到她會寫信 她寫信來 我爸爸的手走了 有一天我爸爸就叫我來說 有一個某某人寫信給妳 妳曉得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他為什麼認識妳 我說上一次我們就認識了 他認識妳他就會寫信給妳 那妳曉得他念什麼嗎 我說他念政治系的 他說念政治系 他家是出了問題 不是妳有問題 我們家裡面都有問題 妳曉不曉得嚴重性 妳年紀太小了 我不曉得她一定會寫信來 我就不知道 他還跑到我們家裡來 那我妹妹跟她的妹妹是同班同學 她是同班同學 台中女中的 我跟我妹妹每天走路去 台中女中上學 姐姐妳要小心喔 爸爸媽媽他們都很擔心妳 我說不管她不要寫信 我叫她不要寫 她也要寫怎麼辦 妳沒有叫我不要寫 在歷史建物公園五熊宅邸 有成台中市長公館的 不老夢想一二五號裡 回憶兩人相識 相戀的青澀過程 奶奶林秀朱和爺爺林尊賢 互相吐槽 彷彿這些事情是昨天才發生的一般 但其實已時隔於七十年 秀朱奶奶其實是前台中市長林金鏢的千金 就讀台中女中二年級時 因政府未順利推動軍訓課程 號召大學生和高中生代表參觀三軍官校 進而在火車上認識讀大山的尊賢爺爺爺 雙方交談後 尊賢爺爺爺對奶奶一見鍾情 展開書信追求 一段時間後 終於擄過奶奶的心 接著幾年後 奶奶也考上台大政治系 兩人感情大補加溫 我就想說這個人長得在什麼樣的家庭 我有一個好朋友 紅顏人 我就請他說 你曉得這個路嗎 他就在我們家後面 我說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拜訪一下 他就陪我去 他去把我送到門口 我就跑掉了 那我就進去 他媽媽出來開門 他以為我要找他的妹妹 就請我進去了 他講了半天才曉得 可是他媽媽 我也很臭小 我媽媽看了她以後 覺得還很順眼 我以前也有過 像不是女朋友 交了幾位小姐 媽媽說太早了 就這樣子 藝術交完 到台北去以後 就比較有機會 後來我大學畢業後 我就念政大 政治大學研究所 我們就常常在一起 後來他到大學 到三年級的時候 二年級的時候 二年底的時候 我突然間 外交部要說 要我外放到美 到菲律賓去 突然間我進外交部一年 他就要我到菲律賓去工作 所以我就 來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那時候住在這裡 我記得是爬了那個樓梯 要出國以前 我就去跟他爸爸講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 不結婚也可以訂婚一下 因為我交完那麼久 他爸爸那時候 他說 一方面因為我們兩個都姓林 他們林家在台中 算是很大的 相當有的 他說 我以前有好多這個 親戚有姓林的這個 我都跟他講不行 他是因為這個處長 現在自己女兒要嫁給姓林的這個 當然很 不過他另外有沒有講這個 你去了以後 他大學畢業以後再說 所以叫我先去這個 他想出國 所以就跟他爸爸交涉這個 那個時候 念完二年級 念完二年級 我住校 我回來跟他講 他說不行就不行 他說不行就不行 你念完再說好了 後來那個時候 因為我媽媽 我在大一的時候 我媽媽過世 我爸爸不到一年都在結婚了 那我就狠下心說 爸爸那個時候 好多人都反對你再娶 你為什麼結婚 那我現在要結婚 你為什麼不行 他沒有話講 他說好吧 那你自己結婚 好壞自己負責 你以後有什麼事情 不准回來娘家哭 那我要念大學的時候 我爸爸就想 你念大學就沒有家賬 你要家賬還是要念大學 我就念了 所以我結婚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家賬 當然爸爸送給我一張機票 他沒有回來 我又不好意思跟他爸爸要機票 我說爸爸你給我買一張機票 他後來我到佛利賓去 他就說我太太自己回來的 我說你好意思 你的機票沒有還給我爸爸 你還說我自己會回來的 他以後就不敢講了 那年代民風非常保守 但秀珠奶奶和尊賢爺爺 不顧世俗眼光 自由戀愛 秀珠奶奶更為愛中斷升學 但最讓人佩服的是 那時台海政局動盪 要出國比登田還難 所以他甘願在沒有新郎的狀況下 完成訂婚儀式 只為順利取得 事由結婚的人民出國許可證 歷經千辛萬苦 兩人終於在民國46年的 5月7日完婚 因雙親都無法出國 所以正婚人 主婚人 都由菲律賓駐外使館的大使 公使和參試等幫忙 他幫我很多忙 因為他我這個外交工作 做得很順利 我太太她是很幫我忙 所以我的工作相當順利 外交部門認為我的工作 還有家父的工作使命都達到了 所以我也是按地就班 這樣升上去 所以他幫我很多忙在外交上 不過當然他有一點 自己沒有辦法發揮 就是只當這個外交官的夫人 那個我對我太太最感謝的就是 她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26歲就派出菲律賓大使館 到71歲才離任駐韓代表 正式退休 林尊賢從事外交工作 長達46年 這期間外派到7個國家 8個地方 不論到哪 太太永遠愛相隨 一路照顧三名子女 支持扶走她的工作 利用有空的時間 學習各國語言 或設服課程等 戀愛 結婚 攜手走了65年 秀竹坦言 當然有磨合和吵架 但就是互相 還有欣賞對方的優點 這就是維持不老愛情 長久婚姻的秘訣 我沒有後悔 我覺得我的一生很奇妙 奇妙的安排 他說你到佛律賓 我再讓你去念書 所以我就說好 我就去 結果他到佛律賓 真的讓我念書 他就讓我念那個天主教學校 要... 西班牙文 條件好難 穿制服 他不曉得我是外國人 怎麼你怎麼都考零分 我好難為情 從來那次沒有考過零分的 後來我就請這個大使館 一個秘書來 我家給我補習 勉強可以考到四十分 三十分 那我就懷孕了 我就說我要放棄了 他就說 我找理由放棄 在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那個時候 那麼大一個國家 我在那邊住五年 我學會開車 我現在還在開車 前幾天 那個監理所 寫信要我放棄這個 放棄這個駕照 我就寫一封信給他說 我開車子比我走路安全 他說你就小心好了 我說我小心 我開了六十二年 我當然那個 我拿過七個國家的駕駛執照 左右邊都開 那個四輪帶動的那個爬山的那個 大技步也開 當然現在年紀大了 眼力不好 體力也不好 不上高速功勒 分享年輕到老的經歷 爬嫌爬的人 兩人的年紀分別已经 九十二和八十七歲 但依究身材異議 行動自如 權勁維持適當運動和鬥 歷經二次世界大戰 國民政府間管台灣 奧奧把事件 戒嚴和總統民選的 還有近攀人生 都去各國為外交努力 但尊賢爺爺和秀珠奶奶都認定 且台灣是他們真正的家 對於彼此的未來 只希望平安健康就好 大概那個時候大家想台灣 希望很少很小 那我們 我們是台灣本地人 當然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 即使打仗我也會回來 平安就是幸福 現在什麼東西都不求 只要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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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